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同身受吧 对 所以这场比赛意义非凡 之前我们还在亚洲杯调侃千寻 逆心和云海同台竞技的那一次 千寻状态火热一场啊 哇 对 之前在亚洲杯 第二届去年的亚洲杯比赛当中 右光之城也是我们炙手可热的一个 抢夺赛道纪录的一张图 对 双生战神 拿出来就刷 是的 来看吧 起步 非常有起步的衔接非常重要 一个断桥以后 衔接一个四人小盘第一关 再接双弹射 防止顶到其他选手的车门 哦 千寻就直接开ECU了 对 因为可以蹭一手 WCWW喷 这里通出去之后 其实这样的一个车距 云海在下一个落地点之后 还是有机会ECU过去了 对 但是对于云海来说 更好的ECU释放 其实是两个ECU全部留在第二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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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显示问题 显示问题 对 看着很黄 但实际不是 再看 这是车距速发 那这个ECU肯定要都开出来了 云海现在手里面是多一个ECU的情况下 与千寻的距离大概是三个车的位 你看 这个一闪光 对 对 也得太过闪亮了 我看一下 这里一个细节点飘 那落地 两名选手的压车情况都很完美 在落地之后 云海这个ECU要留到 要逼出去 直接开了 下不来 没错 在这个ECU直接实现了反超 现在千寻和云海的距离还是很近 而阿生和一关人之间的距离 其实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呀 看会不会出现跳秒吧 因为这张图 后半程都是在高速状态下进行的嘛 所以说看上距离很远 有27秒64 还刷新了伊萨尼的记录 就上来就刷了一张 恭喜RMJM云海 但是观人是6秒进 拿7分 这样的话18 落后1分 来到了海心组合 这个是在什么 是在致敬千寻吗 这一首又是三人同胎竞技 对 我觉得就能发现 本赛季RMJM云海 他的成长不止体现在 之前都是越来越稳 对 本赛季的成长 可以说突飞猛进的就是极限性 增加了很多很多 因为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就是 选手想要变强的情况下 一个是用到我们真我GT 没错 一个是在我们平时训练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和队员之间的交流 是的 互相进步 嗯 是啊 太奢侈了 来吧 开局 千寻一个人在右侧的一个起步 对 再弹 战旗都放出来了 没错 放慢了一下自己的机器 也都卧行长胆 但是还是能够来到灵草位 阿生这边起步也非常快 千寻啊 两下全部被卡上墙了 第二下是自己的问题 连续上场远养四的情况下 自己的队友阿生 驾驶忧名和双奈神做对抗 那 有点难受啊 这里 很有难受 很有难受 这里有点远啊 弹射的角度啊 从这边要更优一些 但是 但是抢在了云海的路线 左侧直接上墙了 同样的路线 二人GEM来到双鱼袍 而且这张图可是GT2这边的四小王国啊 是啊 这一手失误 很难再找机会反超了 先跟着吧 看一下这边吸血球眼 来到这个小跳桥过来之后 现在对于千寻的这个位置 想要跟上就真的 起码是两分啊 吹上来一点 对但是这个距离 明显不够翻盘的 连续的氮气炎血落地一手气的 WCWW做一个长延血 最快速度最长延血没有任何问题 看一下这里的一个落地点 这细节抓得死啊 而且阿声出现了一点失误 距离与前面拉远的一些 看一下对吧 完成时间 1分21秒67 十准快的成绩 27秒 两个七进的 28分16 21 5分 5分了 那RMGM这边是返超了四分 四分 海上王图就是洛杉矶 这张图起步是最容易做文章吧 这样说道具起步也重要 是 对 他也能去抢位者 看吧 开局 远海现在起步好快啊 没有被干扰到 对 因为他起步是快的那一方 所以说别的选手都是卡到了远海的车位 被干扰的成分就小很多 但是千寻甩下路线非常好 连续单前去 看能不能后追 第一个弹射 但是逆星似乎是掉下去了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千寻的赛车被动叠加层数 肯定要是优于云海的 因为队友也能慢慢上来之后 几个弯道 帮助千寻把这个被动刷起来 但是前面两个人都开始刷起来了 那连续的刷起来 这一锅碰一下 但是没有受到特别大影响的情况下 云海还是稳居顶跑位 这里再接一个CWW 进入到第二天的话 逆星的这个位置 慢慢也追上来 两个人 是 想碰一下 有点急 CW3 一起落地再放 其实借用自己的赛车优势 这个情况下 现在是有优势 可以慢慢追 已经来了 对 有先顶一下 也顶成功了 但是自己也没弹出来 连续的双方弹射 云海几对齐后 那下一个弯道 很有可能再次对云海反干扰 第三个弹射非常重要 这里都出来了 阿胜这边没出 弹气延续接上了 没有任何问题 啊 这个上跳台应该直接怼死了 下坏了 这样的话 其实逆星在第一拳的时候 就完全补回来了 没错 没错 最后看一下充限时间 1分27 虽然说反手抢了一手王图 但是 这 4秒充拿5分 16分 16分 16和19 弯道要超2 因为8分 加速带 其实后面自己选途的概率 短时间内很难实现 我觉得也就规避掉了1号了 规避掉了一路向前了 是 开局 开局阿胜就第二 但是紧接着就要来加速带了 是谁蹭了一下墙 阿胜蹭了 回约海仰臂下手互相干扰的一波 逆星现在来到游泡胃架的赛博战士 哎 这一波 威斯上的优势 在前期就可以完全度过了 对 但是这里来到加速带的点 诗天掏铁很快就要跟了上来 哇 这几次加速带已经全踩完了 啊 啊 啊 足 无了 这局 这个意思有误数吗 这追不上了呀 诗天掏铁足 而且现在再次落到了第四名 天掏铁一鱼选手对抗 阿胜 两名选手 逆星体检下来 路线非常完美 弹色非常没拖 天掏这一手上空跳 拉近一些距离 还是有一些后背的机会 阿胜还是能跟上来 因为现掏铁足的基础性能 就在那摆着呢 是能在那里摆着 对啊 这个分数肯定是不好 那么好看的推了 啊 纪耶的WCWW千一群和逆星再次对抗 这两名选手 一手纪耶的优甩 顶开了一千 但是逆星刚才从 视角上能看得出来 是蹭了一下左边的墙的 是的 这弹手被顶开了 嘛 纪耶的WCWW千一群和逆星再次对抗 这两名选手 一手纪耶的优甩 顶开了一千 对啊 提前下来跳这个问题 没问题 哎 这里跳了 那就是追回一分 或者追回一分 同分或一分啊 十九和二十应该是 千一群今天打出自信了呀 对 我什么车都可以用 反正如果你有选择机会 你只能翻大我一手 是的 而你已经选到了破销者 其实这两局的一个用车 一行选的还是比较薄弱的 这相当于什么 这相当于再欠多了 那就不是事儿了 嗯 对吧 对的 这一手战术反其道是行之 来看吧 开局千一群就两个弯道 有的打 离手又过出去 WCW 可以达到CWWC大速度 且用赛车的特性来到凝头位 最后开局两个人之间的一个距离 其实马上进入室内之后 云海就有机会做对抗 对 主要刚才千一群的这个细节处理啊 嗯 甩的角度不是特别大 嗯 就给到了阿生见面远反超的机会 再一场 但是阿生也对上了 阿生的甩尾角度是要优于云海的 紧接着在这个卡弯处 阿生和云海两个人紧紧 拉在一起 但是逆心后面又输了 对 但是你能追得上云海是一回事儿 但能不能超过云海 云海在前这位卡位 一般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一方 但是这里千寻的这个弹射 直接给到云海 非常大的机会之后来到领跑 没错 那这一手啊 其实 逆心的这一个小坑挖的 又是地下这边给填的 对啊 再蹭连续的蹭墙 这个还好用的是奔雷升位啊 嗯 要不然这么多 诶 云海这边是预判了一波 但是千寻这边又给回来了 这以上往来啊 怎么解释呢 云海是防止千寻撞云海 所以说他直接撞墙 但是万万没想到千寻根本没想那么多 千寻速不够 对 反超了以后 正常来说留一个ECO是可以撞的 对 但是千寻没撞的情况下 他还出完自己又停顿了一下 这一手RNM选途 其实从现在的比分来看 嗯 顶多也就那么一两次 对啊 我欠一样车也是欠 我欠五样车我也是欠 大不了啊 就先选 对 这开局千寻就想怼啊 确实怼到了 云海这个起步很难受 而且是隔着一个位置怼了 是的 帝国起步卡位非常漂亮 但是RNM这边 逆心也是摔下来到云保卫 驾驶着银河之光 阿生做后堆 这两辆红牛 有属于三四名 这里不敢讲啊 内线切一筹 但是逆心突然很快 侧身延续前面再弹 呦 这里顶着来了 而且我也确实被干扰到了 对 谈射还是阿生要更为敢弹一些啊 嗯 很极限 这里放弹息之后 但是逆心自己上强了 这是暴力上强了吗 DCR来到了双冰桃 而且逆心这个弹气 还是要再补一筹 直接弹 天学又被卡到了第四名 我让记卡好了 而这样的一个距离 感觉又是个同分啊 这个 咱可以欧气守恒 但是不能两名选手 状态守恒呀 嗯 阿生最后一个弹道 这个冲线的位置 还是很有优势的 哇 时间1分09秒69 打破了QG明星的记录 是 但是这个记录破的 笑不出来 嗯 这个局势 不妙 而现在的这个比分差距的话 能不能进入到加赛也是一回事啊 没错 选手来到原赛以后依旧能向我们展示他的极限性 而且他还没有完全打开 没错 期待他能够打破更多的赛道记录 这一手天公之城在原赛上实现了跨秒 1分09秒69 恭喜GCR阿生 这手裁决 优势很大了 还是能够去和云海抢一下右侧的 对 但是起步裁决会少一个小喷 因为为了后面叠加WCWW嘛 所以说 看开局的优势在这里放着啊 对 但是有刷弹射弹出来以后才能够说拿到云跑位 云海上去干扰前线 自己路线稍微有点歪 逆行再上来补位 下来一个CW再做弹射 这手顺侧能测过来吗 测过来了 这个势比A迁循下来之后再放弹气 但是车身位已经被逆行拿到第一了 云海之后很细 之前是甩下来再做WCWW的 很细也的一个操作 但对于路线的要求也是极高的 跳过来迁循这一手断弓跳 21延续 22还在这 继续做延续 坐上之后 这一个弹射再次被云海反超 这里两个人同样的弹射 但是不一样的结局 哇 但是这一手延续 之前的那一手极限延续 嗯 这个化为泡沫了 遇到阿生再做补位 这一把想拉回养分 还是要看逆心那边 谁会有机会 阿生前面要弹了 弹出来了 对 再弹 下面一个弯道 还是要再卡内线弹 再顺侧看一下 能不能卡到云海的出身位 现在还是甩下去 这一手真的细 哇 狠啊 对 甩尾WCWW 这个对于路线要求很高 这个和一号步骤还不一样 嗯 落地之后 再来 放弹器 没问题 阿生的完全度也很高 对啊 但是前面的云海就是不给你任何机会啊 一手细节的优甩 但是也是无欲回天 小飘双喷 甩尾云海可以顺利重现 恭喜RM云海 来看一下逆星这边出现的时间 7秒拿8分 那还是没机会 这个分数上来说 这下 无论怎么说啊 都扳回不了养分 是 来看一下 最后的分数 如果说 这海72还是10分以上 就逆星这边是在打了六局的情况下55分 对吧 没错 对的 逆星今天的稳定性 我觉得有待提高 今天拿了三场10分嘛 其他的话 7 8 9 7分是一万人的 是之前同队的时候打的那么来劲的吗